好,来 歌曲,然后跟大象三个 然后就可以付款 好,来,三,二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听众朋友收听的这首歌曲是 何超姨所演唱的 没完没了的完美 听众朋友 超级美食家勇闯录音室 召集令一档接着一档哦 紧接着的这一档 勇闯录音室的召集令发字 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 大象三持平 大象三坚果将在 8月22号礼拜四 当天会进到 我们超级美食家 听众朋友,我们的好朋友 大象三坚果总经理赖永相 他呢,很爱运动 而且呢,很坚持他的健康理念 会来跟大家分享 今年所研发的 新产品 而且呢,他要强调是可以 一边运动一边补充能量的新产品 而且呢,方便家中长辈 更容易吃的一些 烘焙的好料 所以呢,听众朋友呢 要请你们紧紧的 盯住 8月22号中午 王瑞瑶的超级美食家 然后呢,也是一样 勇闯录音室召集令 这里有Q&A 这个Q呢,是 大象三坚果酱条最方便 诶,等一下,我怎么讲出了答案了呢 我都没有问你们题目就有答案了 对不对 就请你们直接找上了这个 我们超级美食家的po文 发自大象三坚果的 勇闯录音室召集令 并且写下大象三坚果酱条 最方便 就有机会获得哦 好 我们今天节目现场 邀请到的是 卢卡斯 卢卡斯,最近你在忙什么 最近 暑假基本上 到开学的前一天 都在夏令营上课 今天听众朋友 如果有追上我们的影片的话 有没有觉得很夸张 我今天迎接卢卡斯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夸张 卢卡斯哦 搬进来了 一 二 三 四 五 五罐 五瓶 五瓶 瓶瓶罐罐 然后有两瓶 好大哦 你把你们家 阿嬷的床下面的 这些腌制物 都搬到我们超级美食家了吗 还没有兜哦 一小部分 真的是阿嬷的 还是你自己的 我自己厨房的 櫃子下面的 你自己厨房櫃子下面哦 对 你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东西 我主要是想要聊 就是说 关于 盐烟 卢水发酵的这一个东西 不管是干或湿的卢水 所以你可以应用在 现在 酸姜豆的季节 你可以留 就是我们所称的肠豆嘛 那或者是 泡椒啊 或者是剁椒啊 或者是 好漂亮 你的卢水 这种无水的 无水发酵的这个酸姜豆 也可以用 所以主要 大家不是跟大家聊 泡椒或者是姜豆 而是来聊这个 干卢水 或者是湿卢水的用法 好 听众朋友 今天教大家做腌制物啦 可是呢 腌制物用很专业的讲法 就是卢水 卢 就是卢味的卢 对不对 而且分干湿 两种 然后还有听众朋友 你们都很喜欢 吃炒那个 姜豆肉末 对不对 大家知道 姜豆到底是什么豆呢 姜豆是什么豆 姜豆其实就 淘楼人讲的肠豆啦 可是问题是姜豆 我看每次 大家腌制的姜豆 姜豆都好嫩哦 好细哦 真的 不是这样 要多嫩 要多嫩要来 跟大家讲解一下 对啊 因为一般看到的 这个菜豆 有没有 现在卢卡斯 拿了这把 就糟糕糕了 这把是要腌制 来 怎么样 来 教大家上课 老豆不行用的 跟 老豆不能用的 老豆不能用的 所以还是有原料的选择啦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 好 来 右手的这一个 它是已经 你看哦 我们摸这个程度 然后你把它 你摸它差不多软软的 右手软软的 然后你把它剥开来看 其实它豆子都成型 有颜色的 哦 我知道 右手的这个豆子 这是红色的老豆 对它已经老豆 那当然 不是说我们不能做酸姜豆 不代表它没有用处 拿来做那个 咸西饭很好吃 对 咸西饭 你等下要教我啊 好好好 还有另外一种 然后这种就是 你看它嫩到都 还没有 几乎都还没有豆子形成 就算有也是白白嫩嫩的 我要去摸 有没有一颗一颗的 它都几乎都还没有豆子形成 没有一颗一颗的 我就可以做成 来做酸姜豆 原来如此 因为我有看过 有人做酸姜豆的 这个豆子买的好小哦 比小手指还小 然后好嫩哦 只要那个里面的豆子 还没有成型成色就可以了 哦 好 听众朋友很爱吃酸姜豆 对不对 我自己很爱吃酸姜豆 酸姜豆要怎么吃 要怎么做 好 简单讲呢 我今天除了酸姜豆 跟这个旁边有一桶泡椒 也就是说 你只要记住这个 它的干乳或湿乳的方法 你不管是同样的重量 里面是用酸姜豆 或者是用这个泡椒 都可以 因为我们家很怕辣 所以你看到我用的是 二斤条 比较大的辣椒 那你可以吃辣的 你自己要换成任何形式 你喜欢的品种 因为我们家对辣接受度非常低 等一下我要跟卢卡斯讲 你这两瓶是多久的时间了 这个大概快两年 这个应该从四月份到现在 我看你的泡椒好漂亮哦 听众朋友 如果你没有追上影片的话 一定看得到 它这瓶泡椒都已经出现白乳水了 就等于出现这种像是乳酸 乳酸菌 很清楚的乳酸菌 好像把辣椒泡在养乐多里的感觉 有点这种感觉 你看都有这样白白的 这不是灼哦 这不是坏掉哦 对不对 你刚刚举到一个很好的例子 真的有人会用养乐多代替那个老乳水的乳水头 加进去促进它发酵 好用吗 你会这样做吗 我不会 因为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东西 因为现在的很多养乐多都有加一些高骨糖糖加成之类的 所以家里有一些东西就用得到 待会这湿乳里面 你不管有没有水 就像家里的洗米水啊 然后或者是 只是单纯用水去发酵 它都可以养出 很好的这个酸水 所以不用担心啊 不用刻意去用什么饮头 因为你 饮头 你滷好的东西 发酵好的东西 你也不 我们也不建议急着什么 五天七天内就吃 我们还是会建议你放个三周后 让它自然生成了亚硝酸 代谢掉了 再吃 因为刚刚就在讲说 这一罐泡椒 哇这罐泡椒 试货的人会抢劫哦 就比如说这一罐泡椒是两年 你说这个 三江涮是 这个还四月份到现在 五六七八 才四个月就这么漂亮哦 好漂亮哦 四月是今年刚好酸姜豆 才刚出来的时候 然后现在因为大部分 应该我觉得再过一两个月 北部应该也比较没有酸姜豆 所以今天赶快带来教听众朋友们 赶快教大家来做酸姜豆 做好之后就可以放个大半年一整年啦 可以放多久呢 诶我觉得六个月九个月跑不掉哦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再回到节目现场 好漂亮哦 嗯 如果带空管子你可以绕回去吃 我跟你讲其实我们家都不吃辣 这个都是为了上课用的 所以其实每次上完课之后就 一直放着到有人愿意来把它分走 因为我们家不吃辣 泡椒一定要做酸菜鱼 酸菜鱼 好那你等一下分我 好没问题 酸菜鱼一定要有泡椒 要有剁椒 如果是酸姜豆的包子我们家就很爱吃炒肉末什么的 你带来的是酸姜豆包子吗 对我带来酸姜豆包子 我今天不能吃不过我过两天就可以吃 这边有六个你可以带回去 酸姜豆包子你那个讲话的时候帮我还是对着吗 好 我来把它移过来一点 刚刚的方向是不对的 好 我帮着是就是带苹果来的 好 苹果来 就这样 好 我就这样子嘛 好好好 好我们第二段六分半了 好来准备 三二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超级美食家的好朋友 卢卡斯 听众朋友要追上卢卡斯 就去他的FB 他的FB是 卢果 卢就是卢火的卢哦 有一个火字边哦 果就是上面有一个草头的果 实创空间 你们就可以追上卢卡斯 好啦 我们刚才其实有讲到 卢卡斯你带来了泡椒 其实泡椒听众朋友 你们其实最近都吃很多 为什么 因为酸菜鱼 最近好流行 这道菜很流行 里面就要放泡椒 你只是不知道 你知道吗 你以为你吃了很多酸菜 其实不只有酸菜 还有泡椒 那所以今天呢 卢卡斯要教我们做湿乳水跟干乳水 教大家腌制的方法 对不对 好 这两罐 吓死人了 好大一罐 好 那我就先从这个 我们的乳水开始 我们首先呢 我们刚刚已经聊好了 选好豆子这个问题 洗干净之后呢 把它 风干 风干不是 不是放在太阳下 给它晒到连连哦 不是哦 你就放在自然 比如说电风扇啊 或者什么的 或者是你拿厨房纸巾 把它擦干 阴凉处啦 对 就是把它风干 表面没有水分就好 但是你还是要 放在一个阴凉处吹风 或者是就这样摆着 让它稍微有点 因为我们新买来的豆子 是一弯就会断掉 对 但是因为你要把它 盘进你的 瓮里面嘛 诶 等一下 卢卡斯的手 好有趣哦 等于是你把它 硬干之后 它就有一个弹性了 对不对 对 因为你要 你看哦 看到没 这个很嫩的 是不是一折就脆 对 然后呢 你把它稍微硬干之后 它盘起来 是可以像这样盘起来的 因为有的人会做 很大很大的瓮 你要盘起来才 卢卡斯你那天 拿到前面来给我拍照 对呀 原来是要这样 把它盘进去哦 对不对 因为我手上有个伤口 所以我戴一下手套 嗯 然后像这样盘起来 才能进去 但是今天你要说 我不想 会这么漂亮 你想说对 因为你要尽量压紧压 否则它会在发酵的过程 一直往上浮 对 那它接触到的空气 面积越多 就是你 因为我们被乳水盖过去 它会开始发酵 它如果浮上来 接触到的空气 越多 它生的白花 就会越厚 白花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那个白膜乳酸菌 其实那个不影响吃 那不是坏掉 那不是新沟啦 那个不是哦 那是天然乳酸菌 只是有的人觉得 看了好像不美观 哎呦哎呦 其实要用之前 捞起来把它洗掉就好了 那个一点都不影响使用 除非你的模式 已经变成什么绿色啊 黑色 哦那不行不行 哦那个打开来味道 可能就很恐怖 对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 我上面 好漂亮 的白膜非常非常的少 是因为我的东西 几乎都在水面以下 对 你的蔬菜天然 自己本身表面 都会有天然的菌种 它接触到空气之后 会开始产生乳酸菌 才会生白膜 它自己会沉下去吗 它自己会沉下去 其实它会浮起来 那你怎么让它沉下去 我这里面你要看 因为我已经快要用完了啦 可是这一颗 我看一下是不是这一颗 我手不定 等于是它里面有东西 我已经快要没有了 我这个没有 因为我其他摁有 我有刷干净 然后水烫过 消毒干净 放凉个石头 把它压在上面 有有有 好那我懂 有的人摁很大 他会用一个磁盘倒扣 对 他有这种做法 我个人不喜欢 反正我看过原作 他是摆一个塑胶袋装水 然后压住它 让它沉下去 好那我知道 石头我们家也有 洗干净的时候就可以了 鹅卵石什么石都可以 好 那再不然的话 就是它会生白花而已 没有关系啦 我知道以前生白花 大家会用高粱酒 就高浓度的酒精 去喷它啦 嗯 我倒觉得没有什么必要 因为它其实不影响你使用啦 好 那所以卢卡斯 你现在教我酸姜豆 所以酸姜豆 我腌到什么程度 它是成熟的呢 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假设你今天 小的on盘不进去怎么办 对 我怎么做 因为万一你今天量没有要很大 嗯 你想说我就没有要一次 做到这么多 我想先试做少少的话 嗯 你就不要盘着进去 你看用小小 用小小的on也可以 要怎样小小的on把它塞满 像这样子拿着 然后我们从上面开始旋转 怎么那么好玩 从上面开始旋转 让它慢慢下去 把它转进去就是了 把它转进去就对了 因为你盘好再塞 塞不进去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从上面 因为这个罐子很小啦 对 因为它口太小 我们连手都可能进不去 嗯 所以你就一边盘 所以才说什么豆子 一定要先让它稍微 哦 有点软化 有一个弹性 对 欸 你就这样直接 就把它吃进去 对 就很漂亮了 好漂亮哦 一圈一圈就很漂亮了 好 卢卡丝 那我把它盘进去之后 然后呢 盘进去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要放我们的卤水了 嗯 那甘乳跟湿乳的差别在于湿乳水是水跟盐的比例 甘乳水是你要淹进去的蔬菜的重量跟盐的比例 两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不管你里面放多少都没有关系 主要是你倒进去的水的盐水比 嗯 所以呢 你现在的盐水比必须 假设我今天 其实我今天有带材料要陷乳也 要陷泡也是可以 没关系 你用嘴巴讲 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豆子装满 不管你的翁大小多好 你倒进去的水呢 它的水记得是冷开水或者是矿泉水都可以 不要用自来水 也不要用热水 有的人会叫你什么 盐乳水 要烧 跟你的盐巴什么煮溶 再放凉 不用 它自然会化掉 所以你就干净的冷开 也不要存水哦 不要存水 然后盐巴也尽量不要用点盐啊 就一般的粗盐啊 就干净的冷开水啦 放凉的冷开水 然后不要用点盐就好了 点盐也不会 也不是说会失败 只是会延缓它的那个发酵 那比例是多高 那我们原则上 是以这个 4% 也就是每100公克的水 你需要有4公克的盐巴 跟2公克的糖 哦 还要有糖哦 一点点 这个糖你不放也没关系 但是你要 4%的盐加2%的糖 因为这个糖是酵母菌要吃的 就跟我们养面包酵母一样 当然要 所以有的人没有放糖没有关系 可是你可能要加 比如说一块红萝卜这一类 比较坚硬 但是带有糖分的蔬菜 嗯 它是给酵母菌吃的 它是有功能的啦 所以你也可以不放 然后你放进去之后呢 你会放一两片姜片 姜片 放一两个去皮的大蒜 大蒜 然后你喜欢的香料都可以 呃 比如说像我会放少少的一点点花椒 嗯 花椒 然后我会放一两片月桂叶 哦月桂叶 大概就这样呗 我不会多放 因为你喜欢的香料 你可以在后续 你要炒的时候 自己再另外加就好了 再放它再再加它进去 那有的人愿意吃辣的 他同时会一起把辣椒也泡进去 对 嗯哼 所以这是OK的 然后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盐乳水比例 都混合好之后 嗯 然后记得你的香料要先 略略炒一下 让它香气出来 嗯 再跟你的冷水做结合 干烘一下 对烘一下 香气出来之后 跟你的卤水做结合 它调化开之后 就可以倒进去淹没它了 嗯 淹没它之后 你上面要不要压石头或重物 就是你自己可以决定 它其实差别就在于 会不会生白花 然后就摆在床脚下 呃第一天要放在 第一天 温暖的地方 但不要直晒太阳 第一天要摆在温暖的地方 还不能直接移到床脚下去 对对对对 但不能直晒太阳 绝对不要晒太阳 它泡出来的东西 会变爛爛软软的 OK 所以只有第一天 要让它温暖 没错 就移到阴凉处 对不对 对没错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今天这集实在太实用了 休息一下再回来 所以辣椒也是一样 对不对 泡椒也是一样 你的辣椒都让它直直的站立 我现在才看到 你一定排很久了吧 我就 对我就躺上了 你看它福利还是会把有一些 它好夸张哦 一开始排好的时候更好看 因为你排了整期才塞得多啊 很漂亮啊 后来 嗯 我们后半三段了 嗯 好来 三二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润瑶 今天邀请到的是 如果实创空间的卢卡斯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听众朋友有记得 刚刚卢卡斯所教你的 诗乳水的比例跟公式了吗 已经记得了吗 啊 4%的盐跟2%的糖 有没有 一定要记住这个比例哦 泡下去之前 你再按这个比例 到2%的米酒 还要有米酒 就像你这样 有人会放一些什么高粱啊之类的 高粱之类 哦 所以是422啦 对 对 然后香料水 422 对不对 就这样 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我刚才看到卢卡斯的这一罐 这么大罐 它的这个 嘿 它这个超过30公分 30公分的这个大玻璃罐里面 你的泡胶 这怎么塞的啊 它都站着 一根一根站着 有点斜横着 然后这样一根一根这样 先把它填好 像我们排的一个卷心书一样 卷心书 一根一根把它先填好 再浮证 浮证之后 因为我有扣品种 我就知道里面有多少重量啊 然后我在看我自己想要的分量 放一些香料啊 也是一样嘛 我里面有月桂叶大蒜姜片 然后再把卢水盖过去就可以了 可是问题是卢卡斯 这些辣椒也是一样 也要经过清洗 清洗完了之后 然后硬干对不对 对硬干 然后你看我地头没有完全剪掉哦 所以地头 只有把梗的地方剪掉 地头可以留下来 你不留反而它容易变得软烂软烂的 其实很担心就是做这些腌植物 它怎么搞的做完之后不脆烂掉了 这是很头痛的地方 所以我刚才有强调 我没有刚才讲哦 你在泡的过程中 不要为了促进它发酵 拿去晒太阳 有人会这样做吗 我们家腌咸菜就会晒太阳 晒太阳的咸菜才会黄才会香 哦 还有跟针对不一样的食材 有不一样的做法 像这个我们就完全不能晒太阳 晒太阳会因为太阳的那个 就是它发酵分解的关系 你的豆子会变得不脆 会变得软烂软烂的 还有泡椒也一样 你过冬天前来我们这边 教大家做客家人的这些啦 芥菜啊 咸菜啊 这些东西 芥菜的一生吗 你们都自己做吗 从芥菜到酸菜 再到福菜 再到梅干菜嘛 你们都自己做 而不是在外面买的 真的哦 好好哦 好羡慕他们家有一个很大的床 床下面有很多宝贝 现在没有了 现在都放在厨房了啦 好 所以这个是湿乳水 对 然后跟大家讲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有的人喜欢酸酱豆颜色 要黄黄的很漂亮 然后你有发现 我的泡椒颜色算很漂亮 但是这个颜色更鲜黄 你有没有发现 对 我在泡的时候我丢了一颗 你把柿子花果实进去 我就知道 因为其实 听众朋友 其实有很多方式 用天然食材 可以做染色 就一颗就够了 我就放一小颗进去泡着而已 我问你啊 柿子花有味道吗 没有味道 当然它用多了 会有非常微的苦味 但是那是只很大量的情况下 因为柿子花其实很好用 听众朋友 我们其实吃荤桂什么的 也是用柿子花染色 我跟妳讲哪里做 那个荤桂冰棒的荤桂 颜色超美的 你会做荤桂冰棒吗 对 我们夏天会做很多 因为我姐姐有小孩 冰淇淋跟冰棒来 满足它 好幸福哦 我草子要买外面的 下次再来教大家做冰棒 因为真的很美哦 用柿子花 可以运用到很多地方 没错 所以呢 大家其实可以看这个颜色 因为我觉得就是 把柿子花当作是一种香料 对不对 直接投入就好了 没错 所以听众朋友 你们自己会抢在 菜豆 盛产 季节结束前 对 盛产季节结束之前 趕快抢一波 在家里做酸姜豆 对 因为这个酸姜豆做起来之后 马上就要入冬了 其实它就是非常好用 就会变成一种常备菜 连这个里面的酸水 都可以当做 像我们吃酸菜白肉锅的 那种锅底一样 对啊 酸菜鱼之类的 我就讲啊 现在大家好封酸菜鱼 对 所以这个是 濕乳水 濕乳水 那什么叫干乳水 干乳就是完全补放水了 那我们现在聊一样 就是豆子的前置处理都一样 清洗干净之后 让它保持干燥 保持干燥之后 你就不需要刻意放到 让它可以绕手的程度 因为我们要切嘛 因为如果是干乳水的话 我看你都切碎了嘛 比如说你这里有 有姜豆 有剁椒 你说后面是剁椒 后面是剁椒 对 其实它们都是一样 其实剁椒就是干乳的泡椒 剁椒其实就是剁碎的泡椒 对 它们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发酵原理一样 那我们今天一样以酸姜豆为例 今天我们酸姜豆洗好之后呢 酸姜豆洗好之后呢 酸姜豆洗好之后呢 我们就会 如果你是要干乳的话 头胃我就会稍微切掉 菜豆洗好了 对 然后呢 你就开始切嘛 切成我们像这样子 这应该算半公分吧 对啊 0.5公分 对 然后切好之后呢 拿到你的秤子上秤重 假设你今天 刚好做了500克的豆子 就切出来有500克 那这个盐巴比刚刚泡乳水的要稍微在 刚刚我们乳水也是大概4% 4嘛 422嘛 然后这个比例要稍微高一点点 大概是这个6% 6 如果是切碎的是6 嗯 如果是切碎的是6 然后那个 百分之6 对 百分之6的percent 然后那个 糖 糖呢是3% 米酒也是3% 很简单就一半一半嘛 633又来了 大概是422了 很好记啊 对不对 只是说一个是有水一个是无水 可是问题是 你这个干卤 干卤 干卤会不会比较快啊 因为你把它切碎了 会 三天就有味道 哦 因为我就在猜 我们这个工作这么多 三天就出味 对 他 他 我们把所有的材料都 记得哦 你所有材料混合在一起之后 不要想说要快点让你的盐巴融化 然后你就去手去抓把它搅搅 不要 那我要怎么撒盐啊 你盐巴跟你的那个糖进去之后 米酒进去之后 就轻轻混拌 放在旁边就好了 哦好香哦 因为我们不管是 腌什么凉拌小黄瓜 还是腌酸姜豆 甚至是夏天做情人果的青芒果 嗯 我们抓盐杀青的时候 都不要去揉它 不要用手 它会变得不脆 手有抽烧 手有抽烧 就用水的酸姜豆 对 我就用一个这么小的玻璃片 可以 我就把它切切 因为你也是这样做嘛 对对对 你不是移过来的嘛 不是移过来 我是满的 然后吃到剩这些这样 所以等于是我刚开始在做的时候 我就把它切碎 然后放在这么小的瓶子 我自己就可以做了 对然后你一开始 这么简单 这么轻松 就是这么简单 这么轻松 嗯 刚开始做好的时候 你只要 它刚开始做的时候 不会生白花 你一旦打开来用 因为它接触到空气 它就会开始生白花 弱菌了嘛 那没有关系 就是你使用前洗干净就好 那我想问一下卢卡斯 我的这些东西 就算我已经打开来 已经吃了一半了 我是放冰箱吗 还是我要把它放在室温下 我这些这些这些都在室温 你打开来的也进室温 只有这两个箱 只有剁椒我把它放冰箱 哦 但是剁椒我有放在室温下 超过一个月我才进冰箱 就是我让它发酵到是我喜欢的熟成的味道之后 我才把它煎变一下 就是它的酸味已经到达了他自己喜欢的程度 我喜欢的味道了 所以我才把它煎变一下 所以剁椒的话也是新鲜辣椒 我讲齁 如果我讲错你就打断我 好 就是新鲜辣椒洗干净 然后呢 把它稍微阴干 然后去地头 地头不能太早去哦 否则水会进去对不对 去了地头之后 然后我就用菜刀给它剁碎 还是用调理器把它搅碎 对不对 搅碎了之后呢 我就把它装进罐子里 装进罐子里之后 用6%的盐巴 3%的糖 3%的高浓度白酒 我把它撒进去之后 然后就抖一抖 不要用手哦 对不对 就是瓶子拿起来甩一甩抖一抖 然后就放在外面 也是一样要日晒一天之后 不要日晒 不行哦 就不日晒了 就跟这个一样都不日晒啊 我刚才说不能日晒 只是放在 等于是要放在温暖的地方一天 放在温暖的地方一天 但不要晒太阳哦 放在厨房里啦 厨房最温暖的 然后再移到阴凉干爽的地方就好了 然后就等待它发酵 对 然后剁椒的差别在于说 剁椒你同时可以多一些蒜末和姜末进去 你为什么剁椒有两种呢 就青剁椒跟红剁 诶 这两种的风味有不一样吗 卢卡斯 嗯 其实青剁椒 我觉得有诶 你可以闻闻看 嗯 两个是 你有拿来使用对不对 有有 卢卡斯虽然说他们家不吃辣 但是因为有时候上课什么会用到 哇 好香哦 其实味道是有不一样的 所以等于是卢卡斯 你会把它放入大蒜跟姜是不是 对 我会放大蒜跟姜 那大蒜跟姜的重量 好香哦 大蒜跟姜的重量 要算进去你 鹽的比例的重量里面 哦 好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近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超級香 休息一下再回来 帶有两个空罐来 看你喜欢哪个 就挖手哪个 我要卫生纸 卢卡斯卫生纸在这边 有 我这里有穿金纸 哇 好香哦 等我一下 我再闻一次 嗯 我这个辣度也很低 因为我们家怕辣 所以它都是用二斤 这个大蒜 我问你大蒜也是剁碎嘛 对 然后大蒜的重量 要跟那个 辣椒的重量一起算 你这个有加花椒吗 这个有加青花椒 哦 难怪 因为味道不一样耶 哇 好优哦 因为我想要 还是要让它们两个有区别这样 好 来 我们还有两段哦 好 大概七分钟 来 三二 我是奥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今天教大家在家里做腌制物 而且这些腌制物是现在最好用 你最喜欢吃的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卢卡斯 卢果实创空间 FV的卢卡斯 诶我都忘了问卢卡斯最近在忙什么呢 我忙主要是暑期夏令营 诶我九月就有空了 赶快给我工作 哈哈哈哈 不是啦 我听说你暑期夏令营很刺激耶 你要带什么人去农场 哦 明天是 明天的暑期夏令营 因为我大部分的暑期夏令营 百分之九十都是在实践大学推广教育部 对对对 已经好几年了 只有这个礼拜比较特别 是在新竹的少年之家 新竹的少年之家 就是那个 要进少监之前的那个 未成年的矫正机构啦 未成年的少女的矫正机构 你为什么会跟他们有接触呢 主要是以前合作过的一个老师 曾经跟他们合作过 然后他们 今年本来又想要再合作 然后因为我像我上学期 一整个学期 一个礼拜有两天在那边上课嘛 这样子 在新竹矫正就这样子 嗯对 然后那个他们今年 也说要办夏令营 我就说啊你邀的太晚了 就是我大部分时间都给实践了 只空下这个礼拜 他就说那他这个礼拜他要 然后今天是刚好 因为我们现在录的时间是88 所以是放假嘛这样 所以我今天就刚好有空 来跟大家分享 然后那个地方是 等于他就是 呃他们有各种不同 除了烘焙之外 也有美法课 影条课 其实他就是要激发那些 多大的小孩啊 未成年 大概就是国一到17岁之间这样 但是也有18 19岁还会留在那边 一短暂 然后直到他们找到工作为止 这样子 他们还好吗 你跟他们接触 嗯 我觉得你就当成是 你一口气遇到全班都是处于 叛逆期 叛逆期 你需要花一点特殊方法 跟他们沟通 他们会怎么样跟你应对呢 嗯 还是根本不理你 不理 有一些 一开始你会以为他是不理你 后来你发现是因为他们 太过于躁动 有吃精神药物 压抑他们 所以他会变得很神神 然后反应会变得很 失缓 很慢 就是你要了解他这样子的背后的原因 你就比较不会放在心上 那有一些就是 嘖 他会一去就想跟你展示 我才是大姐头 这样 可是因为在我们眼底看来 你就会觉得就是小孩子 在闹脾气 你就会觉得 嗯 好哦 就这样子 所以 不要被他的情绪牵着走 把自己的该做的事情做完 该按照步骤程序的东西交完就好了 因为即使会有一些学习性 因为他是被迫被学习的嘛 他不是花钱主动来学习 他一定要去上课啦 所以他们可能他们的意愿 并不会像台北 或者是我们在乐棚的学生 就是他的主动意愿那么高 对不对 但是还是会有 交得很开心 我有遇过一个少女 他可能就是因为 他们也是某一些就是可能 未成年会有一些 性暴力性泛舟性买卖问题 进去的女生 然后呢 他那时候因为为了跟家里 就是产生抗争 然后他选择割腕加吞铁钉自杀 我不敢想象耶 好强烈喔 然后他看到我手上有小小烫伤 跟我说他觉得很痛很痛耶 然后那个 可是他就是后来回来之后 就是被送到 因为他们会有心理智商 是定行把我们做辅导嘛 然后那时候他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说 因为那时候他跟家里人不合在 不想见到他们 然后呢 那天我们刚好烤了蛋糕 然后呢 我们在切成品的时候 我就把他自己做的那一块蛋糕 切了一块递给他 然后跟他说 你吃看看 他就吃了一口 我就跟他说 我跟你讲 世界上也许有 会有人让你不开心 但不是全世界 嗯 我说你一定要去想 一定是会有人对你好 跟你有找到 让你自己开心的方法 不要执着于 让你不开心的人身上 对对 我说 比如说你现在做的这块 好吃的蛋糕 就会让你心情很好 他就吃了那块蛋糕 开心啊 就告诉我说 老师我觉得我今天做的蛋糕很好吃耶 我说对啊 因为你有在上课啊 他就说 我现在想一想 没有死掉其实也很好耶 一个十七岁左右的女生 这样跟我讲耶 就是你还是会 可能是需要更多的开导吧 还是需要更多的抒发管道吧 有一些当然你看得出来 就是你看得出来 就是他们因为 不是花自己的钱 因为是政府的钱嘛 政府的钱 所以你看得出来 他其实未来要出社会磨练以致 他才会知道 当年这些投资在他身上的东西 是珍贵的啦 是珍贵的啦 所以现在我们还看不到结果 可是我觉得十几岁的小孩子 你要他知道 你知道就这个很难啊 当下其实很难 所以我觉得 因为我们也是啊 我们走过那段时间 所以我自己也是 所以我们现在心理状态就是 你要让他知道说 他以后有一天 你回想起来 他一定会知道就好 不要执着于现在他给你的反馈好不好 对啊 而且他应该要知道的是 很多人爱他们 他也要爱他自己 只是他们现在还没有感觉到啦 以后会再长大一点会啦 所以我很佩服你耶 所以你上课 等于是一边上课 一边做辅导 我还要辅导助教的心理状态耶 怎么说 比如说因为像赵健壮 你应该知道 高斯坦老师的徒弟 他会跟着我去嘛 他会去当我的助教这样子 然后我就会跟他辅导 因为他可能会对于 就是他们一开始会对他们的上课不够积极 对 我就会跟他说 你没关系我们做好 我们该做的事情就好 而且我们还要重点保护他耶 他们那边人都说 因为他们那边全部都女生 对 所以看到男生都会特别的 就是 就是 叫健壮都只能乖乖站在我后面 然后不能 不能有任何肢体碰触 不能跟他们多说话什么之类的 因为那些女生们都会想要他的IG会 真的 因为赵健壮长得很帅 听众朋友 健壮有来 185公分的哥哥 我常推哥哥耶 因为他也是 蔬果雕的世界冠军 哈哈哈哈 那我下次跟你去 好 可是我觉得就像卢卡斯所讲的啦 其实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啦 多的其实也不用做 因为老实讲也不是心理专业人员 对不对 对 因为他们心理辅导部分有别的专业的老师在 其实是没有办法 可是我觉得就是让他们知道就是 或许他们也不能提认烘焙是一技之长 我觉得十几岁的小孩很难 不会 他就只是觉得我来上课结束后了 啊有蛋糕吃 有披萨吃 可以开开心心 好啰下课了 拜拜 好厉害喔 课程还有吗 明天还没有 我现在录影的这个时间的明天 明天要带到雅子去做户外教学 食农教育 天啊你好厉害 你要带他们出去耶 因为是他们的主任建议 就是希望有一天是户外教学 我想来想去觉得 雅子是一个OK的环境这样子 所以雅子配合度也很高 也为了他们就是 因为一般鸡舍是 我们没有办法进去 怕交叉污染 雅子有另外搭了一个mini小温室 里面有三十只鸡 可以让他们进去体验 看鸡怎么饲养跟捡鸡蛋 诶 怎么那么好玩 对 因为他们以后还是用得到 可以做相关的食农教育 所以他们就愿意 所以你会去雅汁还要叫他们做什么 会叫他们烤布丁吗 采蔬菜做蔬菜炸酱面 然后下午捡来的鸡蛋做现煎蛋卷 真的啊我要去玩 我怎么想着去玩呢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再回到节目现场 怎么会那么好玩啊 我要去玩 明天啊你要跟我去吗 明天早上再雅汁啊 赵建章明天 赵建章明天不会去 他明天 他们这个礼拜好像高市达那边的事情刚忙完嘛 对 对 我今年都没有去美食站 嗯 好 最后一段我们就讲 拿吃包子了 对 最后一段我们就讲怎么运用 好 来 好 准备啦 七分钟后来 三 二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卢卡斯 卢卡斯 卢果实创空间 FB 听众朋友可以去追他 卢卡斯其实今天教大家做湿乳水 还有干乳水的一些腌制物的发酵 我们紧接着教大家怎么样运用啦 卢卡斯好可爱喔 卢卡斯居然带了一个小电锅 给我蒸了两个包子 我觉得包子就是要现场这样热乎乎的 你看 就是要这样热乎乎的才有感觉啊 我让我捏一下啦 好 捏一下捏一下 不行 这个我不能 这要是给立文吃所以我不能捏 你可以捏喔 还有嘛 对不对 好可爱喔 你这个是那个 姜豆包子对不对 对对对 有点烫我等一下 我问你那个做包子很难吗 不会啊 那个就是粉1水0.5啊 什么叫做粉1水0.5 就是你每300公克的面粉就150的水啊 对啊 酵母呢 酵母1%或0.8% 夏天0.8就够了啦 冬天1% 然后糖就是大概面粉的10% 就这样全部揉成三光 这样我就可以包包子了吗 静置松弛个5到10分钟吧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分团包包子了 啊我现在看到这个大小每个面团中 好可爱喔 大概是60克这样 好可爱喔 来我给听众朋友近拍喔 因为我们今天的镜头比较圆 因为今天要拍这一些瓶瓶罐罐 哇你好会做包子喔 还可以啦还可以啦 对 糖要加这么重喔 因为酸姜豆味道比较重啦 不喜欢的人可以降到5%就好了 跟面皮有关吗 蛤 这是放在面皮里面 对放在面皮里面 对啊 它不影响面皮的成败喔 只是一个滋味而已 你不喜欢可以减量 哦好 然后这样子就揉到三光啦 对不对 嗯 然后就可以包包子了 不需要基础发酵 松弛10分钟后就可以分团了 分团就可以可以擀皮 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后外包嘛 嗯哼 然后你的折子折好之后就放着 大概室温 下面也不需要可以隔温水 夏天不用隔啦 冬天才要 大概也是室温放个30到35分钟 让它再发酵起来 对等于后发完成之后 你就可以蒸了 然后看到蒸汽上来之后 10分钟就好了 因为我里面是熟料 所以10分钟 你如果是生料的话 就要12到15分钟了 你包的是什么呢 酸姜豆跟熟绞肉吗 哦 就是酸姜豆炒肉 我把它放凉之后把它当成包子馅 怎么那么好玩 本来是一道小菜对不对 对啊 本来是一道菜 对啊 来撕开来给大家看看 你有看到我里面有放一点点那个剁椒 烘烘的就是剁椒 有看到了好漂亮 等一下我要拍照 好 所以等于是我们做的这些腌制物 都可以运用起来 是不是 我就是起锅前把那个剁椒 丢一点下去炒 我没有放很重 因为我们家还要吃 所以就微微的辣 喜欢的人可以多下一点 你说你们家的人不吃辣 所以我剁椒只放一点点 好 然后呢 教大家怎么样酸姜豆炒肉末 好 酸姜豆炒肉末 你最常看到的其实就是油下去 干锅先下你的姜豆 因为发酵类的东西 要把香气烘出来 我们炒酸菜也一样 烘出来之后才下油 油不要省 因为这个没有油的话 吃起来黏黏黏黏 对 然后呢 选择的肉也一样 我这个是五花角肉 因为要够肥 要够油 要够油 它吃起来才会香 不然会色色的这样子 所以我是先炒酸姜豆 先炒酸姜豆 香气出来之后才下油 然后呢 油把它也煸香之后 才放我的猪肉 猪肉好了之后才放蒜末 因为蒜容易焦嘛 所以最后放 所以我以为蒜是先焦香 没有 然后你的辣椒要先放后放都没关系 因为我的辣椒是剁椒 所以我是起锅前最后放下去拌一拌而已 可是我这样腌之后 酸姜豆还需要盐巴的调味吗 我没有放盐 我有放糖 我呛一点点酱油的香气而已 然后呢 糖的量反而要比较多一点 因为它要平衡那个酸味 然后一般人是 一般你看到这种酸姜豆炒肉 都是爆炒大炒就好了 可是我个人觉得这样肉吃不进那个味道 给我自己的感觉是肉是肉 豆是豆 所以我会加水 焖一下再把水重新收干 可是酸姜豆不会软掉吗 不会软掉 我觉得酸姜豆的味道 可以释放在水里被肉吸收 对对对 連肉咬起来都有酸姜豆的滋味 所以喜欢的人 不吃肉的人没关系 你换成筍丁或香菇丁或豆干丁都可以 这也不错 诶这个不错诶 这个我喜欢 我喜欢像这样的闷法 啊起锅前 你再把你自己喜欢的辣椒或剁椒 放下去快速拌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 大致上就是这样了诶 就盐 有时候我会放一点点白胡椒啦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吃法 就比如说我看你这罐剁椒 已经吃到一半了 对 那他是去哪里了呢 他去哪里 比如说青的这个剁椒 嗯 满满的 我们 因为我有时候夏令营跟东令营 结束的最后一天晚上 我会留我的小帮手们 因为他们很辛苦 我会留我的小帮手们 在教室吃个晚餐再走 这上次我们拿来做剁椒鱼片了啦 剁椒鱼片怎么做 对 剁椒鱼片其实就是把你的 不管台湾 欸台湾的鲁鱼品质很好哈 那个可以今天用台湾 而且也有鱼片啦 就是不要买一整只鱼啦 因为我觉得台湾人现在讲什么 不管你是不是讲求健康不健康 油田好像太偏好 太偏心鲑鱼了啦 对啦 对啦 台湾的无锅鱼跟那个鲁鱼 其实品质很好哈 而且现在台湾的养殖鲁鱼 我自己是很喜欢啦 因为养殖鲁鱼 它们有那种就是 纯鱼片的选择 它很方便 因为都没有刺啊 也不要处理什么鱼头之类的 你就选择纯鱼片或者是 全鱼也没关系 你就划几刀嘛 你要的量 你想要吃多辣就下多辣嘛 对不对 然后 你就像你讲的 你喜欢当然 酸菜鱼我们就另外一步谈 现在先单纯谈剁椒 剁椒鱼 然后你要准备很多的葱花 嗯 因为我里面已经很多蒜头了 如果你的剁椒是没蒜头了 加一些蒜末 混合在一起上去蒸 其实那个鱼片都很快 全鱼也大概十十分钟 八分钟就蒸熟了 那个很快很快 鱼片大概就是六分钟 焖个一两分钟就熟了 然后起来之前 撒葱花记得 热油呛下去 然后喜欢花椒的人 这时候就花椒粉也一起呛下去 这样就很快就好了 就香喷喷啊 它就是一个清蒸跟你 呛一点油就马上就好的东西 而且其实卢卡斯有讲 他说可以按照你自己喜欢的辣度 就比如说你也可以做 不是很辣的剁椒 我这个就是不是很辣的剁椒 是二斤条 可是听众朋友你们知道吗 就比如说辣椒不辣 辣椒本身有很重的香气 大家要的是辣椒的香气 而不是它的 不完全是因为它的辣味 对不对 时间已经到了 我好想让卢卡斯讲酸菜鱼 有机会有机会 等到那个天气转凉了 我就可以来酸菜鱼 我要卢卡斯把酸菜带来 可是老实讲 中国大陆的酸菜鱼 跟我们台湾所碰到的酸菜 其实老实讲 最接近的应该是客家酸菜 因为酸菜是不太一样的 不过我们带卢卡斯等到天气再凉一点 再来我们超级美食家跟大家分享 谢谢卢卡斯 拜拜 等一下卢卡斯 我看你的照片